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探究紫砂文化就一定不能错过疑心陶瓷博物馆 江苏疑心大陆著名的陶都 尤其已生产紫砂湖文明 由紫砂湖故乡的美誉 现在我们所处的疑心陶瓷博物馆就在丁淑镇 丁淑镇就好像我们台湾的英国 丁淑镇的智陶历史可比英国要早了 这个地方有七千多年的智陶史 在疑心七千多年的智陶史中 其实紫砂的历史并不长 在明代才出现的紫砂湖能成为疑心标志 完全印证了一句话 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是明代 朱元璋一个废茶林 就是废团茶 新散茶 就是在明代以前 唐代宋代 它是煮茶 点茶 而不是泡茶 我们现在的泡茶 散茶 是在明代开始的 那么散茶的泡就要用茶壶来泡 那么我们古人也试过同湖 西湖 磁湖 但是只有紫砂湖泡才好 地利则是在明代 疑心才发现并使用特殊的紫砂土 人和是疑心有丰厚的 制陶历史及工艺 紫砂湖以独特的文化 顺理成章地在疑心发扬光大 孕育了陶都的历史地位 现场来宾链和报大陆巡回特派员王玉燕 杨卫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紫砂湖其实在疑心制陶史中 出现的时间其实是偏晚 但是它却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刚影片当中提到天时地利人和 用在紫砂湖身上刚刚好 为什么是不是跟时代背景有点关系 它确实跟时代背景有关系 像我去那个疑心陶史博物馆 我觉得真的是太高兴了 因为我平常我比较喜欢磁器 而且我本身一开始对紫砂 真的是没什么研究老实讲 虽然以前也搞过这个查到 不过这次去了之后眼界大开 觉得自己过去像井底柱 就像周晓冬馆长 他好好的仔细的介绍 为什么紫砂在疑心 疑心是他的紫砂的故乡 会这么兴起来 其实他跟刚刚周馆长讲的有关系 因为中国在最早的时候的话呢 尤其是在唐朝的时候 在明朝之前的话 宋朝的时候呢 都是习惯用的那个饼茶或者是团茶 然后为了进贡 就用尽各种心事在做 然后呢就是说做出来之后呢 变成有钱人的叫做豆茶 结果碰到咱们的明朝的开国的皇帝朱元璋 我们知道朱元璋他是贫穷出身 他真的是小时候穷到有没有 父母相继过世兄弟过世 然后当过乞丐 然后又去当过和尚 那所以他从小这样子迷奸这么苦过来 所以他当皇帝之后呢 他对于这个这个茶 因为我们想一般游戏他穷苦人 有茶喝就不得了 还可以这么讲究 对他就觉得太奢侈太浪费了 所以就一个命令下来呢 就废这个团茶新散茶 而且这还有一个 我看一个很有趣的 这个应该算野史 就是说这个朱元璋 因为他在逃难的时候 去过零三四 然后也在零三四当过和尚 当了皇帝之后呢 他就回到零三四 零三四就把零三四产的茶给他喝 然后呢他当然高兴了 其实我想朱元璋也不是很会品茶了 就把这个煮茶的那个泡茶的师傅 我一下敬升他三级 就旁边搬那个圣子的师爷 心里当然很酸对不对 就赢了这么两句 叫做呢 十年寒窗苦 不及一盏茶 那朱元璋呢 幽默了 他就说你这还有下面 我告诉你 下面两句是什么呢 你才比他好 就你的才能比他好 郑师傅 他命比你好 当然 所以就说朱元璋 因为他开始废了团茶 然后开始呢 主张那个新这个散茶 中国的我们传统的茶的艺术有没有 才从说去所谓的这个煮茶 点茶改为这个泡茶 那但是这个宜兴的紫砂 过去在泡茶的时候有没有 有用铜器泡的 然后最主要是用这个瓷 比较少用这个陶 那宜兴的这个紫砂 它是在宋朝时候 紫砂会就有了 可是没有这么的兴盛 到了明朝的开始呢 因为明朝我们讲说这个朱元璋的 他的这个要散茶 然后在宜兴发现这个紫砂这个矿 所以呢 然后就像周浩东馆长讲的 这个紫砂壶 做紫砂壶 这个紫砂矿非常这个特别 它的颜色呢 就是他有句话叫做单矿成器 它的颜色紫红色的 紫色的 或者是有这个黄色 或是这个浅绿色的 它有意思是就是说 它这个里面含着这个化学成分 氧化铝 氧化铁 还有石英云母 但是没有有毒的 像这个铜啊那些的 而且它这个就是说 你做紫 拿这个它这个陶土来做这个活 不需要再加到其他的东西 就是这个紫砂 而且它做的方式 又跟人家这个不一样 一般我们讲说 捏陶器有没有 是要先这个拉胚啦 然后来压呀 它这个叫做紫砂 或这个紫砂就是说 现在我们叫做拍片 拍片跟镶片 先把它做成大概三公分 一片片大小的这个片 这个紫砂片 然后你按照你要做的 壶的这个大小呢 你再把它这样子 弄上去一体成型 而且最主要是 这个紫砂它的这个成分 它是透气的 所以你做好一把 这个紫砂壶呢 就是说当然好壶 可是我们也要配好的 这个茶叶 就是茶叶泡进去之后呢 它的茶里面的那个茶芬 就会自然这样散发出来 而且紫砂壶泡 好的紫砂壶 真正的紫砂壶 泡久了之后 它里面会有一层这个茶山 那大概还是过一阵子 其实还要再把它给清理一下子 所以这个紫砂壶就是说 而且它一把真正好的紫砂壶 它泡出来的茶是又香又鲜 我们晓得茶叶也会发霉的 它是新鲜 而且你要试验的话 把这个茶叶是不是真正 这个壶是不是真正紫砂壶 把茶叶放进去 放三天 这个茶还是一样的香 一样的鲜 就是好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 除了紫砂壶 它的这个外形 它这个矿土的特别 还有最主要是 它的那个透气性 所以不管从讲说 形香色意来讲的话呢 它又能够 我们用这个养壶有没有 来陶冶自己的心性 所以从明代后一直到 特别是宜新的紫砂起来之后呢 这个紫砂壶就开始兴起来了 月圆姐这样听你讲 我觉得紫砂壶好神哦 其实我们在看我们长辈 有的时候他们喝茶聊 泡茶聊天 就会讲说 这紫砂壶泡出来的茶多么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的人 可能你已经很难去参透这些 尤其像你刚刚讲到说 里头会有一些意境 所以一把好的紫砂壶 到底它好 我要怎么去把它分辨得出来 这个呢我也是去的时候现决炫卖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房品太多有没有 尤其紫砂壶真正的好的 传世的实在太少 一把好的紫砂壶 要大概有两百道的工序 两百多包啊 虽然但是仿制的也很发达 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有个 基本的尝试对不对 第一个单是看这个外观 好的紫砂壶 它的刚出来我们讲说 刚刚做好一把的紫砂壶呢 它的从里到外 它的颜色是差不多几乎一样的 然后因为它有双透气性 你闭着眼睛摸的话呢 它有点粗糙 因为我不能讲粗糙 就它有颗粒 所以光是外观触感 然后呢它每个地方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这话没有讲到它外面的工艺呢 所以如果说光是 如果说人家跟你讲说 这是一把紫砂壶 如果刚刚他说刚出场的紫砂壶 你看起来又光又亮 那绝对是假的 因为那个是要慢慢痒的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先看 然后呢有的人讲就是说 还有说要用听 但是听的话有些专家并不 并不说认为说听可以听出来 因为讲说现在高仿太多 但一般讲说如果你用听的话 就茶叶放进去 然后你敲这个紫砂壶 它是很暗哑的 而且年代越久保养的话 声音是哑哑的 代表说这个意思的这个沉浸 那有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好分辨的 紫砂壶茶放进去 我不是用要浇热水吗 都习惯从浇上去对不对 真正的紫砂壶呢 你水浇上去 水浇上去 它不会顺着流下来 它在它本身的那个壶身 壶盖上面 它就把它吸干了 就把它吸进去了 是个润的这种感觉 然后在这讲的 我们讲说这个看外观 然后听 然后这个泡茶 还有呢 他这个专家也教导说 一把好的这个紫砂壶 我们讲说养壶 这就在于真的是修养新兴 所以有时候讲说人养壶 搞不好壶养人了 然后呢 这个养壶呢 周官长他有说 他说还有所谓的文养跟无养 没有耐性的人呢 而且可能是买紫砂壶 想要投资 要骗骗外海人的人 他怎么无养 他没有磨砂纸 整天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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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那个东西啊不行 文养就是说 我们要有耐性慢慢的 就是说那个在 一般来讲 大概隔个三五天 有一种说法说 一把好壶 你知道好杂 说这个壶哦 你是不用洗的 这个说法不对 隔个三五天 完全不用洗 不行对不对 而且像我们讲的 它里面那个茶栓 一层白白的墨 因为你在台湾来讲 台湾的湿地比较重 如果你都 都不洗的 它会发霉的 所以实际上一样 你这个紫砂壶泡茶 隔个三五天 要把它用那个温的 那个软的湿布 把它擦干净 让它晾一下 还是让它休息一下 而且更讲究的 这个品茶家呢 最好是一茶一壶 就是说你这个壶 泡哪种茶叶 你就专门泡 不要泡多 专壶 专茶 这个那我心想说 中国是茶叶品种 这么多对不对 如果要这么讲究的话 那里要多少壶 那里要多少壶 这应该是那个一代中师 一代中师这样的酱 工艺大酱 酱师来品茶 要这样子慢慢的痒 然后慢慢的这样子 特别说 特别在用紫砂壶泡茶之前 手要洗干净 它要的是天然油脂 不像我们人的手上 会分明那种 那种脏脏油脂 有没有 如果你是不好的油 有的人会想说 我是拿什么油去 给它擦一下 对不起 它立刻一擦了 久了它上面会有花 就整个毁了 斑点 对 所以你还要 这个文养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 各种泡茶的这种程序 然后慢慢的服侍它 慢慢的服侍它 日子久了之后 一把真正好的紫砂壶 养出来 就是那个色泽 从里到外 都是一样的暗 暗沉 但是那种暗沉 不是我们讲的 好像说 那种感觉很暗的 就是那种古谱 那种美 那个就是一个好的壶传 而且我想 经过这样子的过程 有没有 真的是可以修养心性 特别是像我以前 我的个性很急躁的 我曾经有一阵子 学人家在那边查到 养壶 我对不起 我太搞了一个礼拜了 不行了 太忙了 我耐心 我家里有一几把 是朋友送我 大陆朋友送我 跟我讲说 是真的好的紫砂壶 结果现在全部 把它供起来了 这听起来比养孩子还累 难怪可以修养心性 还好 因为至少紫砂壶 不会吵你 对不对 养孩子的话 他半夜吵你 紫砂壶完就说 我觉得他跟他的主人之间 有一种灵性心意的沟通 你对他好 他也会 对你好 我不晓得我这种形容词 对不对 真的是一种心意的相通 对话的感觉 对 远姐讲的 这个紫砂壶 已经不只是一把壶了 是 没有错 他已经到了一个文化的境界了 对 也难怪两岸 有这么多的文人雅士 对疑心紫砂情有独钟 疑心紫砂壶 名满天下 在台湾 也有不少文人雅士 特别钟爱 还有余光中 更是紫砂 他写的题目就是倪心茶壶 他怎么说的 最清的泉水是君子之交 最浓的茶叶是旧土之情 在这个圣里面充分反映了一把紫砂壶 对故乡的失恋 林玉堂 林玉堂更是把紫砂壶上升到文化的高度 林玉堂怎么说 他当疑心小小的一把紫砂壶 把人生煎熬到极致 剩下的都是精华 从一把壶里倒出了中国文化 紫砂壶已不只是壶 而是文人心中的艺术珍品 2014年 宜兴陶瓷博物馆 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两岸文人在养壶品茶的交流过程中 共同感受到紫砂文化 安静沉稳的质朴内涵 在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体会到和紫砂的这把土的亲近 其实我们讲我们在养佛 还不如佛在养我们 特别是当今的社会比较佛造 我们提倡健康生活 用一把佛来当地我们的心情 让我们的这个信仰能够沉下来 人养胡三年 胡养人一生 在江苏宜兴得到了印证 所以说这样听起来 这个紫砂壶真的不是一把壶 它真的是一种文化 也难怪说这么多文人雅士会 这么多都情有独钟 那其实现在在我们听到这个拍卖市场好了 这几年讲到这个紫砂壶的行情 有一些我听了这就是惊呆了 对我们这种行外来讲觉得说天啊 我爱我这么多钱我会拿来干多少事 有没有 这表示我们不是有钱人 有钱人我觉得不知道看个人喜好 因为紫砂壶它的精品向来传释的就少 那像那个现在在拍卖市场上拍价最高的有没有 就是顾景州大师 他的那个松鼠葡萄一套总共是十件 在2015年的时候拍卖竟然是九千两百万人民币 然后拍得到的人呢 就是很有名大陆现代的演艺影视人这个杨子 杨子他的太太叫做黄泉一 那可是这个当初拍的时候 就是说这一套顾景州这一套 就引起一种质疑为什么 因为说这一套呢 这个松鼠葡萄这个湖 紫砂壶 说的是顾景州在1955年 为了人民大会堂做的 但是人民大会堂是1959年才建成的 而且重点是说这一套上面没有它的落款 但是后来顾景州的他传的两位弟子 就是说还是证实说虽然没有落款 但是确实这是顾景州的 直到目前为止九千两百万人民币 我们真的就是羡慕啊 他不输那个什么绿宝石啦 什么钻石啦 我现在已经完全被紫砂壶勾起兴趣了 深深迷恋 虽然我没有那个财力 不过刚刚在那个影片当中 我们看到在宜兴陶瓷博物馆 它的馆藏收藏的非常非常丰富 刚刚我们看一下有意思 其实宜兴陶瓷博物馆 它是现在中国大陆第一家 而且就是以陶瓷为主题的这位博物馆 它的原来的馆长石顺华 在创立现在有50年了 然后这个宜兴陶瓷博物馆呢 它是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然后呢它又后来我们刚刚看见 就是它在里面我叫做馆中馆 它又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紫砂博物馆 因为这个陶瓷博物馆 这次去我受教到的 原来陶是陶瓷是瓷的 像紫砂是陶 那中国的陶瓷你要讲它的历史的话 陶是比瓷要早的7300多年 可是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变成瓷 瓷戏比较好像提早的发扬光大 但是到了明朝我们讲说特别是两个重要 现在宜兴我们去他的陶瓷博物馆可以看见 其实说一个紫砂来讲 一个是就是紫砂壶 还有那个军瑶军陶 这样子爬给带起来 所以这陶瓷博物馆里面 你走到这里 我真的是建议对陶瓷有兴趣 一定要看一下 它里面的馆藏就常展 常年展览有8000多件 而且它涵盖 你到这个宜兴陶瓷博物馆 你就可以看到中国整个陶瓷的发展史 从最早的上古时候的 就叫做夹紫砂的这个古代的 然后像这个西州 那个时候是最早的清辞 到了战国时代 又是它另外一种叫做印文陶 然后到了这个汉朝的时候 它叫做军陶 不对是幼陶 军陶是这个宋朝的时候 然后像到两晶的时候 又是成熟的这个清辞 然后宋元的时候就是这个军陶 然后明清呢 当然我们讲说紫砂朝 到现代的是梅彩套 所以你到了一星不管 它里面又大 它总共有17个展厅 我们讲的紫砂历史馆 还有名人名作馆 什么馆的 另外呢 它有各个各个的这个工作室 所以到那里面去之后啊 真的好好的这样子 绕一圈下来的话呢 我觉得不只是说 让我们看到这个陶器跟瓷器 它的这个美 而且沉浸在中国的7300年 就新石器时代 一万多年前到现在 它整个陶文化跟瓷文化 它特殊的地方 确实是值得以去的 不过在这里面有一件 有一把壶 它的正馆 非常厉害 据说是正馆之宝 真漂亮 它是这个清朝的 清朝的 而且是在历史上记载 因为以前作陶的都是男的 唯一记载这个女的制作人 叫做杨凤年 他的那把壶叫做风卷葵 这个还真有意思 就是说杨凤年呢 他的哥哥杨凤年 就是制这个桃子湖的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 不传女的 所以这个每次杨凤年 在做壶的时候呢 这个杨凤年想要去看不行 那结果有一天杨凤年 他自己在那个院子看看 正好是他们家种的 这个葵是一种花 叫井葵花 风里面这样在动 他就灵感来了 他就自己 他哥哥没有教他 我们可以看这个风卷葵有没有 他的这个壶嘴呢 是那个叶子 然后壶坝呢 是那个藤 然后那个壶盖上面呢 它也是那个叶子 就是壶身 是那个花 花瓣 而且你看起来就像说 在风中 这样子吹着 真是不得了 而且所以我们讲 这个壶也有 它的这个好的 这个历史故事 那这个好壶呢 就传传传传传 对对对 结果后来就是说呢 是由这个也是大陆的 很有名的收藏家 叫做华英棠先生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103岁 他08年的时候 就把这把壶 捐给了一星桃寺博物馆 而且华先生拥有这把壶 也是传奇 因为他是壶的收藏家 就有个姓蒋的呢 去他们家挖地基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个瓮 瓮里面发现了这把壶 一定是当时人 把它给藏起来的 结果他这个姓讲的不懂 就给华英棠看说 华英棠看说 我知道这是好壶 你看你要不要买 华英棠一看还得了啊 那个就买了 结果日本对于抗战的时候呢 日本人知道这把壶 就想要跟这个华英棠 其他要 华英棠他早有先见之名 这把壶呢 放到他乡下舅舅家 在那古代的浴室的甲墙 那个地方 所以日本人没拿到 但是当时的江苏省的主席呢 叫做王茂公的 也想要 几次派人去找这个华英棠 华英棠后来没有办法 只好把另外一个 也是清朝大家 少大亨的一把壶 给了他没事 结果文革的时候呢 其实华英棠很多的壶 文革被这个红卫兵砸了 结果他想这把壶怎么办呢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又把这把壶 骑壶 跟放在窗台上 其他的乱七八八的罐子 什么放在一起 这红卫兵对不对 也不知道赏骨一看 这什么算了 因此这把壶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 然后华英棠最后捐给了 宜兴陶瓷博物馆 现在是镇馆之宝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杨凤莲的 他是叫做杨氏竹段 做那个竹的形状的壶 所以说讲到说 这么多的这些作品 会流传到这么久 我觉得跟这个紫沙壶 还有很重要的关系是 有人说看他就是 看一个人 看一个人生的哲学 比如说像刚刚月姐讲说养壶养壶 那我们看一个好壶 就是看颜色 看外观 还说这个颜色 内外都要分毫不差 都一样的 人家说这就是投射到你的人生 一个君子 你就要心口一致 我觉得从一把壶 你可以讲出一个这个道理来 真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呀 而且像这个紫沙壶 它是在17世纪的时候 河然人传到欧洲去的 就欧洲人爱得要死 可是欧洲人对这个陶根池也分不清楚 竟然叫做东方红色 红色瓷器 可是后来紫沙壶就讲说呢 它这个除了宜兴当地产政中的 可是到了广东沿海呢 就有这个 现在来源紫沙壶三种 就还有广东的沿海的 就是其实那叫做仿座的啦 欧洲人自己也做的啦 那到现在来讲很多 就是现在来说的话 有些紫沙壶 它就是 就是所谓的用怎么讲 那个叫做有点用机器 但是像那种的话就是不好了 我们讲说好的这个东西 真的是人的这个手 做出来就是不一样 就像这个宜兴桃室博物馆 它除了我们讲说明清有没有 紫沙壶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军桃 什么叫做军桃呢 它的军桃的话 它的这个桃土也很特别 然后它做出来这个颜色呢 有各种颜色 但是最 最最最最称头的就是 而且最有名就是蓝色 然后呢这个军桃就是说 完全靠这个艺人 在这个桃土上面